程总 你还缺后宫吗 我可以加入 后宫我就不需要了 不然皇后娘娘要吃醋了 我也要 等一下 如果不是缘分刚好的特殊关照 我都不知道如何是好 太煎熬 想起你就只会傻笑 放不出恋爱的爱 以后私底下就我开车 公务的时候你来开车 行 程助理 那程助理我们要去干吗呢 早饭 那我们就去买食材 截不掉 你温柔可爱的撒娇 你怕我受不了 其实我早已无可见不老 我们的频道 对解刚刚好 别人无法干扰 不飞走 不素逃 每一招 又很重要 简单一个拥抱 几分都不需要隐藏 我们的嗜好 比予配刚刚好 别人莫名奇妙 不单调 不枯燥 没想到再更奇妙 是多半分秒 我会陪你慢慢点茫 你确定你不是新东方烹饪学校毕业的吗 聪明的人呢学什么都快 笨的人生活能力几乎为零 你又来 那我问你 你会做什么菜啊 我会做 白米粥 小米粥 西洋式炒鸡蛋 西洋式煎鸡蛋汤 还有带炒饭 我哥 你要感谢你前夫的抛弃之恩 才能捡到我这样的宝 是 那当然了 不过你要是不这么臭屁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这回真和好了 不吵也不闹了 不吵也不闹了 我觉得我就跟岳母 见未来女婿似的 程丽 反正呢 只要你对寻寻好 我是没什么话说的 你们俩呢 就好好享受在一起幸福的感觉 以后的事嘛 就水到渠成 好 周全 谢谢你 你就是我的支柱 没了 就一句谢谢就完了 家财万贯啊 就没有点大礼送给我 程丽 我听说 你妈妈的公司 最近在跟灵氏打官司 遇到点问题 说是要更换律师团队 对 换我去啊 周全 别什么事都扯上工作了 那不是想看看你们感谢我的诚意吗 怎么没有诚意了 那你看这一桌菜啊 都是她做的 够诚意了吧 这 这不是外卖啊 这不是外卖啊 不是什么五星大饭店定制的啊 不是 真的都是程丽亲自做的 好 捡到饱了呀 程总 你还缺后宫吗 我可以加入啊 我可以加入啊 跟周全说话啊 得懂得接梗 她就这张嘴 吓死我了 后宫我就不需要了 不然皇后娘娘要吃醋了 不过呢 我有一个更有诚意的感谢 啊 一条街每朵花都在变化 我们之间却丝毫不差 下辈子我和你老地方再见吗 如果那一天的雨没有下 如果那一天的你没留下 啊 几楼 你别走啊 嗯 跟我吵架 那个你呀 也能把生气的我融化 说 实际星茶那个我呀 记得你当他爱吃哪家 在人生的分岔 总有你牵挂 和你等开很慢的话 这种星星大概是爱吧 在镜头里不经意都在电话 我们之间却丝毫不差 想问你下一次老地方再见吗 如果那一天的雨没有下 最近怎么没有来买早餐啊 我坐给他吃了 谢谢 我觉得这一切好不真实哦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我是真实的 我对你的感情也是真实的 现在想想撞车 感觉是上辈子的事情 人呢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真希望自己不要再沉迷于感情 失去不容易 其实你在我这里可以做一个大女人的 而且你本来不就是我姐姐吗 其实我在感情里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完美 我很自卑 你信吗 怎么可能 你看又好看又聪明又帅良 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 我妈也一个人拉扯我 我小时候很瘦 因为没有父亲所以经常被人家欺负 我妈就努力挣钱 给我更好的生活 她总是在事业和我之间选择放弃我 我又心疼她 我也很恨她 后来一次意外我生病了 甚至让我一个人去英国读书 说是去治疗 其实就是让我避开我的过去 可是我是应激障碍症 我不了解自己的过去怎么可能痊愈呢 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 有喜欢的女孩 但是我每次发病的时候人家都很害怕 然后为了不伤害我 就慢慢地疏远我 那金慧呢 金慧她是家人 正是因为她看到我很多不好的过去 所以我才更没有自信去保护她 所以令寻寻 不是你赔不上我 是我觉得我赔不上你 我先从来都不相信 爱一个人真的可以把自己变成尘埃 但是我们相处时间太久了 但是我们相处时间太久了 你很依赖我 你真的分得清楚 依赖和爱情吗 不要再怀疑了 不要再还个坏事 我很确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